Hello 大家好 我是Ja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各位朋友的 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它是一个大众能量的排卡解读 所以它不会符合 每个人的现状跟细节 我会建议你听取 你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讯息 就可以了 那请记得 能量它是永恒持续在变动的 所以这些讯息 有可能是过去已经发生 现在真的面对 或未来会预见的一些状况 在我的频道 我会建议你参考你的 太阳 月亮 上升 经济之外 你也可以不需要局限任何的星座 或者是星盘的位置 你可以点选 特别有感觉标题 或其他的星座影片 顺从你的直觉 或跟随宇宙的指引 我相信在其他的影片 也会有适合你的讯息 等待着你去挖掘 那我的影片呢 没有任何时间上面的限制 什么时候看见 就是最适合的时间 非常欢迎你 前后推敲两到三个礼拜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 来到我的频道朋友们 那请注意啦 本频道呢 是非常讲究灵活 运用妈妈生给我们的大脑 意思就是说 等一下呢 在排卡解读的过程当中 这些相关状况原事物 事件感受形容词 要请你能够自行灵活运用 去做一个替换 因为我没有办法具系迷移 去形容到每一个人的状况 但我会尽可能地 去跟你说明举例 让你能够了解 这个能量场上面的呈现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 会按照排阵跟排阅去解排的人 我是按照自己 对于能量场上面的感知 身为一个传讯者 去转化为文字 让你能够了解其中的内容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请进入到 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大家好 我是Jen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那今天呢 在进入能量运势排卡解读之前 有一个好消息 想要先跟大家分享 也就是我们2024年的 宇宙小学堂基础养成班 即将开始正式招生咯 那如果你想要来学习 宇宙法则以及自我成长 希望能够转化自己的思维 能够突破限制性的框架 以及信念 甚至呢 想要摆脱这些 重蹈覆测的 旧有的模式以及习惯 那你就非常适合来参加 我们的宇宙小学堂咯 那我们这一次呢 终于要来举办 宇宙小学堂的线上试听课程 那时间会定在台湾 台北3月10号的晚上8点整 那呢 在这个试听会的过程当中呢 你可以来体验 我们怎么样来参与 学堂里面的课程内容 那详细的参加办法呢 以及连结都在 影片下方的资讯栏 欢迎你想要来参加 我们试听会的同学 可以点开我们的连结 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 有其他任何的问题 也非常欢迎你来信到我们的客服信箱 那接下来呢 就让我们进入到 这一次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哈喽巨蟹座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Jen 今天这个影片呢 是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的 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那我们一样呢 会有12星座的这个开场讯息 提供给大家 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 好吧 OK 首先呢 我感觉呢 这两到三中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们应该会特别喜欢 淡制品的东西 OK 比如说淡卷啦 像那种淡卷饼干 或者是比如说 淡饼淡炒饭 类似像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那种欧姆蛋 你最近喜欢做那种日式欧姆蛋 我个人会感觉 你最近身体特别需要 鸡蛋这样子的营养 或者是蛋白质的营养 我觉得呢 均衡饮食算是蛮重要的 所以多多补充蛋蛋 一个礼拜 他们是说一天最多 成人可以吃两颗还三颗 是吗 我觉得呢 一天吃一颗蛋 其实可以补充非常多的 健康的这个营养元素 好不好 OK 好那第二个呢 要给这个巨蟹座的朋友们 的开场讯息是呢 这两到三中呢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 就是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们要特别呢 在这个肌肉伸展 跟这个呼吸协调上面 做一个练习 好不好 可能最近呢 你刚好去做瑜伽 或皮拉提斯 或者是你最近有在做 这个呼吸伸展的这个部分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呼吸伸展的这个部分呢 也会协助到 你做一个拉伸的一个动作 所以呢 我会建议你这两到三中 如果刚好有机会 去练练提拉皮斯啊 练练瑜伽啊 练练呼吸法 我觉得对你来讲 都是一个平静 你身心灵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好吧 OK 好 那第二个部分呢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两到三中呢 巨蟹座的朋友们 也可以善用蓝色的 这个能量场 好吧 OK 不管是服装啊 配件啊 饰品啊 法式啊 通通都可以 然后有一些人呢 不好意思 这边有一个很小众的讯息 某部分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们家的冷冻库 应该是要稍微清理一下 我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有这个很小众的讯息 可能是东西太多了啊 或者是可能需要除霜啊 等等之类的 就冷冻库那边 应该有一些状况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 或者是冷冻库这个冷媒 或者是这个冷冻状况 并没有那么的 好 就是可能不够冷 OK 所以你可能要去 稍微注意一下下 好吧 OK 好 那以上 这个就是你的开场讯息 我们就准备来进入到 这一次 你的双周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首先呢 这两到三周 你的挑战排卡是圣杯7 那这三组能量排卡 分别是过去 现在未来的能量场 在我手中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的事件 是钱必食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讯息 希望透过我来告诉 巨蟹座的朋友们 那请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 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好的请稍后 OK好 我根本会感觉 巨蟹座的朋友们 这两到三周 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浪 但是起码收尾是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 首先你的挑战排卡是圣杯7 我把它放在现阶段能量场 等一下一起来做一个说明 因为它是互相对应的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是全账8 抽到是宝剑国王 抽到是圣杯9 我个人会感觉 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 这三张排卡 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会觉得 某份的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在过去 可能在 我觉得你可能很沉迷 或很沉迷 或很热衷 某一个交所的相关状况 人数 可能由于过度的投入 过度的沉迷 结果殊不知 有一些真正应该要去推动的 或者是应该要能够去 拒绝的 或者是也 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就是有点推动跟拒绝 然后因为每个人状况不同 我尽可能去形容 每个人适合的状况 你们要自行去灵活筛选 你们适合的讯息 有些人是推动 有些人是拒绝 有一些人是必须要能够 怎么讲 你的行动是来自于你自己的 就比如说你要主动去拒绝 你要主动去行动 要主动去做一个筛选 甚至有一些人是需要节制的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让你非常沉溺在其中 比如说这样 我们就假设举几个例 比如说可能最近就恋爱了 突然变成一个恋爱脑 结果忘了 说还要认真的去工作 所以工作可能就出了一些状况 或者是最近你很沉迷于打电动 就会废勤忘食 然后正餐都没有吃 或者是学校也忘了去上课 类似像这样子 影响到你生活其他的状况 所以这边该节制的 该行动的 该制止的 该拒绝的 有一些东西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在你过去状况当中 其实已经稍微有一点点状况产生了 或者是有一些警绩 甚至有一些人 你们稍微比较小众一点点 你是有一点 自己还深陷在其中 还沉溺在其中 或者是很迷恋在其中 还没有注意到 后面火烧屁股的状况要来了 所以来到现阶段能量场当中 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 这边是保健10 这边是塔牌 这个是保健3 所以就是因为在过去 这个比较在成立没有拒绝 没有行动 没有限制 没有做好一个克制的状态当中 我觉得说实在的 你这一次的牌卡解决 应该很简单的 这个是保健10 塔牌跟保健3 象征的意思是说 就是为什么会跟你讲 火烧屁股的状况会来临 因为连家里都烧起来了 最重要是你还沉船了 保健里面 还射杀掉到海里面的这个人 还有保健3的状况 也就代表说 有一些人 你们可能会跟你们 非常亲密的人起了争执 比如说你一天到晚打电动 可能就跟父母亲关系不好 他们会劝你 你可能觉得很不爽 你可能就会骂他 或者是有一些人会因为这样子 比如说你可能很沉溺打电动 结果都不去工作 对不对 但你另外一半 可能就是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务正业 就像这样子 当然我现在在讲的这个状况 是有点过于沉迷的 就是那种你自己很清楚了 不应该再讲 那这边还有一部分的巨蟹座 你不是沉迷 你可能是有一个东西 这是很小这种讯息 因为我来到这边读到一个很小众的能量场 你可能有一个东西是你不想面对的 所以你想要拿另外一个东西来 怎么讲 来弥补或者是避免去看见 或者是比如说 不要去掩盖 我这样讲 好吧 比如说这样好了 你之所以为什么要打电动 比如说你就是在工作上面得不到成就感 老板不赏识你 然后同事又比如说冲你康 类似像这样 你宁可就这样拖延多远不去上班 去打电动精神状况表现不好 反正我只要精神状况表现不好 我只要不好 一不好久了 反正大家都觉得我不好 所以相对的我事情就可以少做一点 所以某部分很小众的巨蟹座朋友们 你如果有这样的状况 我个人会感觉你有一点像是挖东墙 补西墙 类似像这样 所以这个状况 其实来到现阶段能量场 这个东西是会被引爆的 所以你可能要看一下 你是属于大众的巨蟹座朋友们 还是小众的 那这边其实我也可以告诉你 你也不用把事情想得太复杂 你就去想 你就是一直沉迷在吃甜食 吃垃圾食物 或者是不运动 类似像这样子 你就说大家都胖 这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是胖子 真的觉得有点像是挖东墙 补西墙 找这个理由去弥补 你可能必须要去正视的问题 有点类似像这样 所以你应该要节制的食欲 应该要拒绝的这些宵夜 你就没有做 所以来到这边这个塔牌 或者是你真的身体状况 出了一些问题 你的家人可能就会叮咛 会骂你 反而那搞得你们关心不好 就这样 OK好 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 所以到这边 这里就是你的挑战牌卡 是这个圣杯期 这个圣杯期很简单的 就是在遭遇过这样的事情之后 不管你是属于哪一派的巨蟹 座友朋友们 这样子的塔牌事件 已经来到你现实的生活当中 你的状况就是说 你要继续在这样子的状况当中 继续待在里面吗 你要活在幻象里 还是要活在现实生活里 还是说 你还是宁可沉溺在这样的状况当中 不拒绝或者是不设界限 或者是不愿意付出 真正对你有利的这些行动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圣杯期 OK好 那这个未来的状况呢 你收到的是Temperance 还有Emperance 然后还有圣杯国王 我问你怎么会觉得说 中间稍微有点颠簸啦 但是后面起码是好的 OK好 那这边呢 他们说有部分的人呢 你们是遇到这个 公司有合伙的状况 他们叫我提醒这部分 也是小众的续续续所有朋友们 这个有可能是你在沉迷这个人 化给你的那个大饼 但是呢 你却没有去注意到 这个该划分的 该经觉有点奇怪的 或者是真的要准备 比如说他跟你讲说 你先投资这笔钱吧 OK好 那后面呢 我利润再来算给你啊 类似像这样 就是你该提高警觉的 该禁止行动的 这些化大饼的这些东西呢 可能让你太沉溺在你 结果你没有注意到这些细节 来到这边这个就崩塌啦 OK好 所以这个意思就有点像说 来到这个圣杯器的这个挑战 会有点像是说 你会觉得说 我前面都已经先赔200万了 应该再50万 应该他就可以挽救这个局面吧 或挽救这个状况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会跟你讲 有部分小众这个 聚系组续朋友们在谈合作的 这个一定要提高警觉 好吧 这边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讯息 那来到未来这个状况呢 我刚刚前面有讲 前面会有点颠簸 后面起码收尾是好的 就是说如果假设 你有通过这个圣杯器的挑战 意思就是说 你愿意冲破这个挑战 你不愿意再沉迷了 你不愿意再执迷不悟了 或者是你不愿意再逃避 你愿意开始做选择 愿意开始做行动 开始做节制 开始做一个划分 甚至呢 去看见这个整个状态 跟你交手这个相关状况 人数的这个事实或现实之后呢 来到现阶段 如果你突破挑战的话 这边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OK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是好消息 还是坏消息 但是我先告诉你 这个呢是牵手观音 坐在一个莲花座上 他没有我跟你讲 如果你愿意去面对 你愿意去调整 你愿意去修正 虽然刚开始有很多事情 你得去做一个收尾 或者是去做一个整理 或者是做一些 善后的动作 但起码这件事情会越来越平静 OK好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呢 就是当你这样子去做的时候呢 其实呢 你会迎来一个新生 这个是女王牌卡的意思 还有一件事情 我会觉得哦 在过去 比如说假设好了 我刚刚有讲嘛 你们这边可能会跟 比较亲密的人吵架 他们会包容你的 是这个女王牌卡 显现出来的能量场 他们愿意包容你 愿意协助你 愿意帮助你 朝向这个新生 或给予你这个机会 还有第三个呢 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消息 这个是圣杯骑士 圣杯骑士呢 你注意看哦 他的圣杯拿在这里 但是右手是拿着这个 不是拿着 右手是架着一只老鹰 这老鹰是飞过来 架在他手上的 他们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如果你愿意 能够去突破这个圣杯期 还有去重新调整 这样子的状态呢 你不仅会迎来 一些新的机会去外 还有一件事情 我个人会感觉 有一些人呢 你会变得在处理事情上面呢 你会受到有一些 蛮有智慧的人的帮助 OK 例如说假设好了 你这边已经赔了 大概200万了 或2000万都无所谓 那来到后面呢 可能会有一位有力的人士 你的确是要把这边东西 收拾上后 但是会慢慢结束这些东西 可能会有一个有智慧的人 智慧的人像这样 比如说是年长 有经验 或专业人士 他们会出手相就 给你这个协助 然后让你能够有一个 这个全新的开始 并且接受 你有过去的这样的状态 你未来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世界是钱币石 这个钱币石的 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落幕了 所以你慢慢也会回收 你曾经失去的 你慢慢也会找回 你想要的这个 我这样讲好了 比如说你前面要减肥 你就会慢慢找到 你这个减肥的步调 然后扎扎实实 掉下你的公斤数了 或者是比如说 你过去产赔的 因为这些专业人士相助 或者是你身边 亲朋好友的协助之后 你这个损失降到最低 然后还有机会 慢慢的把它补充回来 OK 所以我才会说 首先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 导致于你会沉溺在这个圣杯酒 OK 还有在这个圣杯器当中 不知道怎么做选择 因为你知道吗 你这个圣杯器跟圣杯酒 中间少一个圣杯八 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不离开 该放手 不该执着的时候 你还是很执着 OK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就是为什么 你在这两个中间 少了一个圣杯八 OK 我们起来看看你的这个 挑战牌 不是挑战牌 你的验证牌卡 OK 我是感冒到脑袋不是很清醒 不好意思 这就有点感冒 所以我在录影的时候 可能会咳嗽 或者是有一些鼻音 请大家稍微包容一下 OK 好 来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 好不好 来宇宙验证牌卡 我会建议你 不管是新朋友或老朋友 都来看一下 因为有些时候 宇宙验证牌卡会来验证 我刚刚所读的能量场之外 有些时候 还会重复出现相同的牌卡 会来提醒我们巨蟹座的朋友们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癥结点 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 OK 好 请稍后 我再帮你抽出最后一张 OK 这个就是这里 OK 好 我们一起来看看好吗 好 你的这个挑战牌卡比较多张 因为他们说 这边会有一些巨蟹座的朋友们 会卡关注 我们希望给你多一点建议 因为这边会有分不同派别 不同路线的巨蟹座 好 来 在过去的状况当中 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宝剑1 然后还有这张牌卡是圣杯国王 OK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宝剑1跟圣杯国王 来到这里 这就是为什么刚刚我跟你讲 你在这边该制止的 该划分的 你并没有拿出来 OK 那这边是一个圣兽 他抓的一把宝剑 就是我跟你讲 其实你应该照道理来讲 应该要能够有所节制的 然后不要这样子 你看这个也算是一个圣兽 他夹着一支权杖上面是着火的 你去想 你就把这几个权杖都当做是 有着火的权杖 你去想 这个火 这个火炬都烧到你家来了 这个时候你还不制止 还不停止 或者是拒绝 这对你来讲是会造成一个 我觉得不管是实质上面的损失 或精神上面的损失 都是会有的 这个宝剑1 给我有一种感受就是 你在这个 两个应该要选择的状态 你并没有做出一个选择 OK 你反而会让我有 这个宝剑1是非常特别的 你看这个宝剑1 这边好像也是像着火一样的 OK 然后他们也要跟你讲 这张牌卡 请你把它当做权杖1 跟宝剑1一起来看 OK 这个宝剑 不好意思 他们就要重新说明一次 这样你可能比较听得懂 OK 这张牌卡是一个权杖1 但是请你先把它当宝剑1来看 宝剑1加宝剑1象征的是宝剑2 宝剑2的意思是说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选了让你充满比较有热情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刚刚会跟你讲 沉溺在其中的状态 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就是想要这样子过 我就不想上班 我想要偷懒 怎么样 我就想要找借口 不想减肥 你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选错了这个选项 OK 所以我们先把它当权杖 接下来请你也把它当宝剑 OK 这两支宝剑 有一点像是说 宝剑2同时在一起的时候 会觉得说别无选择 但是你是选择了 这个你充满热情的 但是选错了选项了 所以导致于这个状况就出现了 还有 为什么刚刚我会跟你讲说 你在这边可能会跟一个 你很亲密的人吵架 这个是圣杯国王的 刚刚我有跟你讲 这个圣杯国王 跟这个圣杯骑士 他们也有跟你讲一件事情 其实 你一样 不好意思 你这次解牌的方式比较特别 如果你是新来的朋友 你可能比较不了解我 我不会按照完全的这个牌翼 去做一个解释 会按照这个天使 跟宇宙能量场的引导 去告诉你 这个圣杯国王 跟这个会来救你的这个质责 其实他是同一个人 OK 好 来 这个圣杯国王之所以 为什么在黑暗当中 拿着这个圣杯看着你 因为他觉得他劝你 他说你 你只会跟他吵架 你还是沉溺在其中 还有一件事情 他有点心灰意冷 他觉得说 我劝你说你 反而被你骂 还跟你吵架 OK吗 但是你注意看 你可以注意看这个人的表情 其实有点忧伤的 他在黑暗当中 拿着一个圣杯 你懂我意思吗 你去想象 有一个人好像在黑暗当中消失了 就是这个人会觉得说 你完全沉溺在这个过程当中 却没有去看到 这个圣杯九家圣杯国王 象征的是圣杯石 你把它拆开了 所以你选择 你要走这个方向 跟这个圣杯国王离开了 所以我才会说 为什么你们会有一些人 跟你亲爱的人 真正支持你 爱你的人 有点疏离了 甚至有点纷争 原因就是在这里 为什么我会跟你讲 他们并没有放弃你 原因就是因为 他在后面会出来拯救你的 所以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子的人 其实说实在 有时候苦口婆心 有些时候忠言逆耳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你过去的能量场 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的时候 你抽到的这个是权杖三 这个权杖三象征的意思就是说 当这些所有事情的发生 你终于开始在思考了 这么多艘船 我该上哪一条了 我是不是应该重新去选择一个方向 而不应该在这样子的状况 持续进行下去 所以来到这边 你的挑战牌卡是圣杯期 刚刚我就跟你讲 你还要继续成立吗 你还要继续执迷不悟吗 或者是你还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怎么知道会这样等等之类 找这些借口吗 不行 这个就是你的挑战了 OK 那在这个挑战这边有几张验证牌卡 我一一说给你听 好吧 OK 好来 他们要我告诉你 这几张牌卡是你在挑战牌卡的过程当中 要特别注意的几个点 OK 首先这张牌卡是justice OK 他们叫我跟你讲 你先不要管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是不是伤害了你爱的那个人 或者是你是不是赔本了 或者是你是不是 在过去当中 你没有做好这些行为准则 先不要管这些东西 OK 你在挑战这个圣杯期的时候 你先去想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我该怎么样做 才能够把这一件事情 拉回一个平衡点 这个是第一个你要考量的 因为这是一个天平在这里 第二件事情 这个是圣杯一 你不要忘了 在过去这里 有一个圣杯国王的 所以这个圣杯国王在这个黑暗的星空 看着你有点失望 有点没落 甚至有点像是 还要被你骂一顿 就是像这样子 这个时候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你如果要回来修复这段关系 调整这个作为 或者是把这件事情 能够把它掰正 那我刚刚告诉你 你要拿出来的诚意是很多的 你必须要展现出你的诚意 这是第二个 OK 第三个 这张牌卡是前必实 这个是未来 你即将会看到可能迎来的事情 这个就是你要去思考一件事 你要怎么做才能够把这个前必实 显化在你生活当中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重复验证 OK 还有一张牌卡 这个是前必实 这个前必实要告诉你的意思 就是说 如果当你去参加圣杯器的挑战的时候 你一定要能够坚守这些原则 这个前必实 它是四四方方的 你去想 一个房子有四四方方 所以才会稳固 所以象征的意思是说 你不能再动摇了 你不能再执迷不入了 你不能再说 这个我不会 那个我不行 找很多借口来了 我在沉溺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要去想 什么样是稳扎稳打的计划 什么样的方式 是能够确切的解决这个问题 显化这个前必实 然后还有拿出你的诚意 让这个圣杯国王 这个没有男女之分 就是这个人物 可以再次赢回他的信任 或者是得到他的帮助 好吧 OK 还有要怎么样去把这件事情 做一个持平 你一定要稳扎稳打的 去做这件事情 这个就可以协助你 冲破这个圣杯器的挑战 因为在未来这个状况 你抽到这张牌卡是圣杯6 OK好 这个圣杯6 你注意看 在未来这个状况当中 你看到这个人 再一次去递出这个杯子 这个人在看他 这个就是你 这个就是这个圣杯国王 OK 这个就是这个圣杯国王了 你开始在说 来吧 我帮你加一点茶吧 来吧 我帮你加一点水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想去修复这一段关系 你想要去跟他们讲 对不起 我之前应该听你的劝 我之前不应该对你这样 我之前不应该吵架 所以这个人刚开始 是会有点怀疑的 但是没有关系 你还是要主动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才会赢得他的信任 他才会回来来协助你 OK好 因为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人可能会稍微 跟你拉开一点距离 或者是拉开一点 这个空间跟背景 但是我觉得 他是有机会 能够调整的 所以在未来 你目前看不到 可能会迎来事件 是钱币石 你的验证牌卡是 钱币女王 很棒 OK好 象征的意思说 你这个人 不仅拿出了 最大杯的这个圣杯 最重要的是 你是靠自己 一砖一瓦 去打造这个钱币石 所以这个钱币 象征的 就是像我刚刚跟你讲的 万丈高楼平地起 你又会重新 去得到你原本该得到的东西 所以这些东西 你可以持续慢慢的 去做一个修复 跟一个累积 这个象征的就是钱币一 OK好 所以当钱币石 跟钱币一重新出现的时候 这个其实就是象征 一个新的篇章的开始 或者是说 这个东西需要你努力 持续不断的去投入 才可以创造这个钱币石 OK好 所以你去想 如果你是一个钱币女王 你想创造这个钱币石 那就很容易了 对吧 因为你的材质是一样的 都是钱币对不对 你就钱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慢慢堆叠上去就可以了 OK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 最后一张牌卡 我们来看看 天使跟宇宙有什么 额外的补充讯息 要提供给我们 巨蟹座的朋友们 做一个参考 好吧OK 我们来看一下 你自己看看巨蟹座的朋友们 你抽到什么 这个叫做Love Code OK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刚刚跟你讲 这个很在乎你的人 他就是有点心寒 伤心难过 失望 但是他都会在最后这边出来 听看看你的和好 或者是听看看你的说 只是终究 可能甚至还会出来帮助你 他们就是要告诉我 要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看这边就有写 你应该要去Express你的Love 就是去展现你的爱 去告诉他 我很在乎你 然后我很 比如说很抱歉 前面我可能做了一些事情 让你会非常有点伤心 类似像这样 OK好 所以主动去做一个联系 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跟你交手 相关状况人事务 他应该在这件事情 在翻转上面 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可能是对你非常有利 可能会协助你 可能会帮助你 或者是他可以去帮你找出一些有利的条件 OK好 所以我个人会感觉 这个就是要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说我低不下头 我之前自己搞成这样 我现在还有脸 我也是还有面子去跟他说这些东西吗 我告诉你 有爱要趁早表达 好吧 OK好 甚至是如果身边 你真的有这样子 这么在乎你的人 我真的觉得 经历过这一次的课题 你真的会学习到非常重要的东西 好吗巨蟹座的朋友们 OK好了 那以上这个就是这一次要给巨蟹座的朋友们 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告诉你 人不经一事不长一事 人不经一事不长一事 我觉得我真的感冒到 可能有点头晕脑胀 今天讲话一直颠倒 OK好 所以感谢你们的包容 OK好 所以我觉得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 我觉得你会增长很多智慧 甚至会找回友谊或情谊或关系都好 OK好 我相信你有能力做到 因为最后你成就的这个角色是钱并罗 OK好 好了 那非常感谢巨蟹座的朋友们 来收看我这一次的双中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也希望你会喜欢 以上就是今天的能量运势排卡解读 我希望其中有一两句话能够帮助到你 这就是我最想要做到的事情 当然如果有符合你的故事 欢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我都会尽快去回复你们的讯息 那我是Jen 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